为什么有第五方案第六方案 是游院长的强烈表达 所以前面四个方案就不用 还是苏院长强烈表达 所以就没有宜兰战 改成四层战是吗 因为政治力的介入 现在又变成用民意 用民意当做一个外衣 不是本习在这么认为 是全立法院的委员都是这么认为 所有的百姓也都是这么认为 我想我们今天的召集会议的主题 还是在最近最热门 也全国最关心一个地方的建设事务 闹得全国飞飞扬扬 现在我们高铁宜生宜兰的部分 现在巧好了没有 不能用巧 我们现在都在沟通 一开始提出四个方案 因为主要说有别的因素进来 那个高价的计划进来 现在都在做地方的沟通 然后一一也在收敛中 那个部长 刚刚也 本习也看到你五月份 在本会的巡打 在综规做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综规是2019年11月22号开始启动 到今年的五月 已经启动了一年半以后 综规大概已经接近完成的时候 你透露是在宜兰战 最为最佳方案 然后到八月呢 又突然变成四城战 所以部长 这个东西会起人疑斗 就是大家共同 以及世西的专业 这个顾问工程公司的专业 这个时候突然 变成任何的专业 都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部长 你前后的巡打 有这样的一个落差 我跟会员报告 难免会造成 我们的国人无所遵循 我跟会员报告 所以没关系部长 我们要责怪你 因为中间有 宜兰铁路高架的中俄规要 因为前面的可行性是在县政府 就像花蓮也在做 所以这两个的确实没有接起来 到7月15号以后 终规回到我们的首领 部长您在交通部服务多久了 五年了 五年 所以这个终规在启动的时候 你应该就知道了 但是那高架这个案子 因为那个在宜兰县政府所上 所以部长 原来我们的两级政府 这是各吹各的号 过去到现在都没有想过 一个整合的机制 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不要来责怪交通部 那希望这是一个教训 由部长 跟地方 所有这些交通建设的垂直整合 本来在规划的时候就应该 大家共同来参与 那所以现在这个四个方案以外 我想今天报载我们大家都很惊讶 从昨天晚上新闻到现在 就是您见过游院长之后 本院游院长之后 现在第五方案跟第六方案 这个到底能不能被我们适宜一下 原则上会从第五跟第六方案中间 挑一个最适宜方案出来是吗 现在这样会把这个比如说这两个方案 后续后续有更好的方案 会一起放入 游院长又表示意见了吗 游院长基本上它是除了事成以外 其他都尊重专业 所以现在大概这样 就是这两个 现在提出来以后 我现在已经请顾问公司再评估 然后会慢慢过滤 有一些不适合方案 就暂时就慢慢过滤 为什么有第五方案第六方案 因为地方 我刚刚会有的确在这次 是游院长的强烈表达 所以前面四个方案 就不用有第五第六方案 没有没有 我想游院长 还是苏院长强烈表达 所以就没有宜兰站 改成事成站是吗 没有没有 现在都这个方案都放着 现在还没有把它提出掉 会加入 然后做一个综合评估 然后会你所指示 你所提示的 这个地方的沟通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事实上这两个礼拜 跟地方非常密集 就每天都在沟通 我是觉得很重要一点 的确因为那个 会当过县长 地方的民意这股力量 真的也很重要 所以我是觉得说 部长你在交通部服务之前 在哪里服务 高雄是当交通局局长 对 所以你也在地方政府服务过 是是是 所以部长 我想今天您担任一个 国家建设最高首长 不是一个中规 都已经做完了 最佳地点 专业已经讨论出来以后 因为政治力的介入 现在又变成 用民意 用民意 当做一个外衣 应该不是政治力 在挑选另外一个方案 本席 现在就是因为 不是本席在这么认为 是全立法院的委员 都是这么认为 所有的百姓 也都是这么认为 所以本席啊 在跟部长 商讨这个事情 就是说 您现在千万 不要再说 因为有新的民意 有民意的表达 所以你们做 第五第六方案的 一个更新的一个选择 应该部长 应该这样讲 就是你要告诉大家 了解 就是说未来 交通部相关的 这些重大的建设 会先跟地方 来取得一个共识以后 说明会都开机场以后 广收民意以后 你再来做综合规划 才不会旷日费时 也不会被扣上很多的帽子 五六方案 它是现有的方案的调整 应该更明确来讲 所以是觉得说 如果调整到地方的民意 认为这样更妥当 然后我们专业判断上 包括拆迁 工程上也可行 我想这部分就 这个会员所讲的 就尊重民意 但是的确 我为什么会提到 像宜蘭站里面 有这么大的困难 这时候从专业来考量 说他有这样的困难 同样在每一个地方 我也会用这样来面对 每个题 不是 那个部长 本席 讲得这么清楚 大概你还是没有听懂 跟地方的沟通 本席希望以后 不要不要在原地打转 方案一变再变 大家只会怀疑说 是你们土地还没有买好吃吗 所以才会有更动 所以部长 本席是在这里 替你缓甲 希望未来不要有再同样的状况 不要弄到两院院长 剑拔弩张 你身为一个最高的一个交通行政主管 本来你要现在把民意拿出来的话 民意是早就应该 在东风东一开始 你们就必须要去先了解 然后就民意能够接受的几个地点 再来做专业的讨论 而不是今年五月在这里说 这个最似地点在哪里 然后现在有专业判断 因为供购 所以没有办法完成 包括什么石工石城楼高等等 这个部长 对 本席还是支持你尽快 也希望你们内部的架赶快炒完 赶快赶快赶快送还评 赶快去启动 因为你不动工 后面的事情都做不成 那部长 本席在这里给你一个建议 是 苏花改 苏花改 在2020年1月6号通车 去年1月6号通车 然后苏花安才开始 补破丁一样样慢慢来补 对 本席建议 当北宜高铁确认以后 动工 甚至动工以后 希望部长 交通部要达成一个惯例 就是当你动工以后 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就要马上启动 就是 宜花东高铁 北宜高已经动工了 北宜高铁动工 那宜然到花莲 花莲到台东 台东街平东的高铁 是不是就要开始可信心评估 终归都要开始做 武士迪士部来正式无由以待之 交通部本来就应该做好 所有相关的准备 当国家的财政 以及交通整体的需求 达到的时候 立刻可以来进行 不要走一段 看一段 这样子我们的行政效率 永远无法提升 那个部长另外 就是这次原规台风 造成外围环流 真的是花莲大淹水 非常严重 我们瑞港公路 过去是省政府代管 突然之间 变为乡道 一个乡公所 偏乡的乡公所 什么有能力去管 管养一条瑞港公路 这次整个路基掏空三分之二 里面的这些部落族人 连出来看医生 都没有办法出来 整个封路 整个摊坊 所以部长这个时候 我觉得在王部长任内 要做一些 能够为后人称道的事情 能够做长远的一个规划 所以这次 公路总局所提出相关的计划 包括从光复一直到 这个复理 整体的生活圈等等 桥梁的这些建设的部分 希望部长能够尽力支持 尽快在国发院来核定 这个国发委 这边赶快尽快 国发委尽快来核定 因为不要让交通建设 越差越远 当北夷高铁完成之后 部长想一想 花莲台东 跟整个西部 跟整个宜兰的差距 那不是30年 已经拉开到40年 所以部长应该做一些 比较完整的规划 才让偏远的乡亲 能够有所体会 北夷高铁赶快定案 宜兰高铁尽快定案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